今天跟大家要来看到 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 一到第十三节 耶稣充满着圣灵 从约旦河回来 由圣灵引导到光也 受魔鬼的试探四十天 在那些日子里 他什么也没有吃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叫这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回答 经上记者 人活着不可单靠食物 魔鬼带他上到高处 下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显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荣耀 我都可以给你 因为这些都交给我了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所以你只要在我面前 向我敬拜 这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耶稣回答 经上记者 你要敬拜的是主 你的神 只可以侍奉他 魔鬼又带他到耶路撒冷 使他站在圣殿的顶端 对他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这里跳下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 他为了你 会吩咐自己的天使 保护你 又记者 他们会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 撞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 经上说 不可试探 主 你的神 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 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那个耶稣受试探 我原本的题目 是写耶稣受试探 就是这段今天讲到 但是会讲说 耶稣受试探的话 耶稣做任何事情 他讲任何话 都是为我们的 所以后来我就在那边 加上说 学习耶稣受试探 这个跟我就有关了 第二个呢 我就注意到说 耶稣他做这些事情的话呢 他对我们有要求 对我们有期望 但是耶稣从来都是 他自己已经做到了 他做完了 然后就对我们要求 好像说我们读 约翰弗里面讲说 耶稣为门徒来洗脚 然后耶稣讲说 你看我是老师 我都为你们来洗脚 然后我再要求你们呢 要彼此相爱 彼此互相来服侍 所以耶稣都是已经做完了 他要求我们来做 第三个呢 这是我在这几天 更是讲到说 你看耶稣他是神 耶稣是完全的人 他被称作是神的儿子 但是撒但魔鬼 连他都敢试探 何况是我们这些人 撒但不会放过我们的 所以这篇经文的话 其实就是写给我们大家 耶稣怎么样的胜过 他照样把一个 能够得胜撒但魔鬼 试探这个路 也指引给我们 我们大家在学校里面 或者我们在职场这边 有的时候我们就讲说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但是耶稣说 No 你是在上帝的道路里面 你是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中间 不要怕撒但 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 向撒但魔鬼就宣告得胜 我们胜过他这一切 不要害怕 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我们靠主来在那边 所以上帝是要指引给我们一条 得胜的路 那耶稣只有看到 那这边我有几个要点呢 跟大家讲到 第一个他说 耶稣是在他洗礼之后 是在被圣灵充满之后 是他开始要宣扬 整个上帝国度开始 所以用某一点话来讲说 就是一个他要风光上任 他要宣告国度的降临的 这是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就在今年里面 我在公司里面就给我升职 给我加薪 那这是风光上任 可是你也注意到说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方面是很风光 可是那个升职 加薪的 它是一个package 背后里面各种那些的 别人在后面里面 拿刀要捅你 要害你那些 都会一起来的 就是你看一些宫廷 清朝宫廷去里面 很多了 那在现实生活里面 也很多了 然后大家在职场里面的话 也就是这样 教会里面有没有 也有 就是有些人 就是看你不顺眼 看你要好的那个地方 他就故意在那边要害你 那撒旦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 预先借着耶稣这个 像说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到说 你可以怎么样来防备 避免这个事情 再有 这边讲说禁食的时候 那是禁食四十昼夜 你有沒有操练过禁食祷告 应该是有的 教会里面常常都会有这种的 这是属灵的操练 可是我自己在那边想要说 你看我们正在做属灵操练的时候 撒旦魔鬼就要来害我们 要来减害我们 让我们要偏离走得到 不再走在上面 那你禁食的话呢 有些人禁食方面操练的比较多 有些人操练的比较少 今天重点不是在讲这个禁食的 但是讲说禁食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我哪一餐就我就不吃嘛 那不吃的话呢 那肚子会饿啊 我自己讲我自己 我在教会里面的话 我们教会 平常比较没有太多推动这种禁食道 但是呢一般来说每一年 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五 中午呢 教会就有受难节的禁食祷告聚会 我们就在那边就禁食了 至少一年就有一次嘛 那有些人就操练更多了 一天呢或者两天三天 可是你看哦 平常不觉得说那个食物怎么样好吃 可是在禁食祷告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说 哇那食物好香啊 知道不知道呢 撒冷知道了 他就这个时候就来 我们正在那边要操练禁食 就是体谅耶稣基督他 为我们受难这些事情 可是呢 所有这些坏的思想 通通都会进到我们里面来 我们就是在那边受到试探 再有呢 在荒野之间 这边的荒野呢 就像在以色列 我们如果说把以色列呢 耶路撒冷当作中间 耶路撒冷以北的话呢 多半都是这些的清脆的那个山林 农业的地区 那么耶路撒冷以南的话呢 称作犹大的荒野 就是比较是那个旷野的地区 不毛之地 那再往南边的话呢 以色列跟这个西南半岛之间 那边的话就称作是南地 南地的话就是沙漠 就是今天以色列他们的军队 演习的地方 那个地方都是不毛之地 一滴水都没有 那么圣经上面描述那边 叫做大而可怕的荒野 那么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说 你在别士巴那个地方 别士巴就是在犹大地的这个南端呢 你再往过去往南边的话 就是往埃及的方便那边走 但是你看过去啊 整个一片啊 就是荒野 一滴水都没有 一个树都没有的环境 所以人看到叫做大而可怕的荒野 而且在那个地方 就是耶稣一个人 所以说这个环境也不好 个人又是很孤单 这个时候呢 也容易受到试探 所以说各种情况 你还会列出好多别的 就是杀单魔鬼就各种方法 你的心里上面 你的生理上面 灵里面感到孤单的时候 他都会容易来试探 我有几个重要的词 在这边跟大家先来简单的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试探耶稣的 像是魔鬼 其实呢 这边 这段经文呢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也有 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句话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这边 整章十三节里面就讲到他 但是用到那个名称不太一样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里面讲说 称他叫做那试探者 就来试探你的 还有呢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讲说 他被称作叫做魔鬼 魔鬼当然就是很不好的 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节讲说 也是讲魔鬼 但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里面讲说 称他叫做撒旦 什么是撒旦 撒旦就是做你的对头 专门对付你的 要抵挡你的 撒旦不是要抵挡上帝 他还是抵挡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他被称作撒旦 他被称作试探人的 他被称作魔鬼 就是显示出来 这几个成本都是讲这个 来试探耶稣人 那么第二个字的话 在这边跟大家看到 就是试探 那有些人中文的底子比较好 那么你就是说 比如说我去查字典 你看说试探这个字的话 其实在中文里面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字眼 比如说我就想去试探一下 看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是好还是不好等等 那这个或者用我们这几年 就是讲到新冠肺炎那个疫情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经过 要检查 拿那个鼻腔这边的一点点的 或者是吐口水了 你要做检查 要做试验 你要做试验出来是一条线 感谢赞美主 两条线 那我就要被隔绝了 那个就是这样做一个试验 看看说有还是没有 但是在圣经里面翻译了 到今天教会里面用的话 不管在旧约里面 还是在新冠肺炎 试探都变成一个不好的字眼 这个试探呢 你再讲说 有些人说 那我去看看 那个英文的圣经词是怎么翻译 英文圣经里面把这个试探 都翻译成temptation temptation我们一般是怎么翻译呢 就翻译成为是引诱了 诱惑 你在看试探这个字的话 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分辨出 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 但是你翻译成为诱惑 翻译成引诱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这个字它原来意思 就是要把我们带离到 偏离上帝的旨意 不遵行上帝的旨意 这个字在这边比较好 可能是更清楚的 但是呢 这边圣经里面 看到说耶稣可以胜过他 旧约的时候很多人没有胜过 那新约里面 耶稣就给我们开一条 得胜的道路在这里 非常宝贝 再有这边讲事实 事实的话呢 其实有些人马上就想说 对啊 这边用到四十 耶稣在荒野里面 四十天 也没有吃 也没有喝 那就受那个撒旦的试探 那么这个事代表什么呢 有些人马上就会联想到 在旧约圣经里面 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荒野里面四十年 那个经历的话呢 是不太好的经历 那些人他们就是 背离上帝 不相信上帝的带领等等 所以那个世代啊 等到跟着摩西一起出来的 六十万的这个男丁啊 这四十年里面 通通都过世 然后他们再进入到应许之地 所以事实的话呢 可能另外一个意思是讲说 即使经过了一些的失败 软弱 退后 但终究要成功 要进入到应许之地 那再有人讲说 世实呢 你也看到说 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人 他们有四十天 禁食祷告 哪些人呢 比如说摩西 摩西好几次都上到山上 四十天禁食祷告 求上帝就指示给他 建造会幕的启示 还有颁发给他这个 十戒的那个法板啊 还有律法等等 那再有呢 像这个摩西 他就上到山上去 在上帝面前 四十天禁食祷告 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代求 以色列百姓造了金流毒 上帝很生气 要把他们给完全灭掉 但是摩西的祷告 求上帝 第一 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第二 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 第三 摩西更上帝肯求 上帝要求你重新回来 不要因为我们犯罪了 你就永远离开我们 上帝都答应 所以这边你看到说 摩西怎么样祷告 得到神的悦纳 神在他们中间 现在耶稣在那边 在荒野里面四十天 上帝也照样成就这一切 今天我们可以 那四十天的话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 还有好多的一些例子 我再举一些例子来讲 有些人也许读圣经以后 你也找到更多的亮光 马太福音第一章 一到第十七节 你会讲耶稣的家谱 讲说亚伯拉罕的子孙 大卫的后裔 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那边就记载说 亚伯拉罕就生以撒 以撒就生雅各 雅各就生他十二儿子 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 那那边你就注意要说 他就讲说 谁生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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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就生雅各 雅各又生谁 那当耶稣基督说 那个生这个字的话 在那段家谱里面 一共出现四十次 你看说上帝好像就是 故意用这个四十个生 来讲说 上帝做了最好的预备 时间到了 耶稣基督去降生 就要来成就上帝的救恩 在我们中间 还有一个 在读旧约圣经里面讲 前面我们不是讲说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吗 那么在 民数纪的第三十三章里面讲说 他们在这四十年里面 他们走过这些地方的名称 他就应用列出四十个战 所以其实说 他们在四十年里面 他们常常背逆上帝 被上帝称作 是应得景象的百姓 终究成功 四十个人走完之后 他们就要 过了这个约旦河 要进入应许之地了 所以其实我们 有的时候在那边看到 那个 自己 还有一个好多地方 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呢 终究就要成功的 所以这个事实在圣经里面 也是代表说 一个人经历过上帝的 引导 带领之后 终究就要成功 要进到应许之地 求上帝也持人给大家 也有讲说 我今天好像就是 在这个荒野里面 或者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 讲到说 我是在这个死因忧谷的当中 终究会成功的 柳暗花明又一村 终究就要完成 其实不管在路加福音 还是在马太福音呢 都是记在三次 这个魔鬼用他的话语 来试探耶稣 但是马太跟这个路加福音的话呢 这个三次 内容都相同 可是第二次跟第三次 次序就有点颠倒 但是我们读圣经的话呢 我们想说 恐怕不只是马太 还是路加 他们都是把这个 魔鬼试探耶稣 重点讲出来 会用一些代表性 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种 只是在这边没有讲 就让我们可以来这边想到 像前面那边讲说 魔鬼是用尽了各种的方法 来试探耶稣 那还有讲到说 他是暂时离开耶稣 所以这四十天里面呢 魔鬼用尽的方法 他不能成功 他是暂时离开 后面还会继续 讲到这边的话 你想说 魔鬼对于撒但 对于耶稣都是这样的话 何况是对我们呢 我们也会继续受到这个 那这边我们就把这三个 重点给大家看到 第一个呢 他就跟他讲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 变成食物 这边讲说 你若是 说你可以 其实就是连续三次 里面都是 叫耶稣呢 再次要来证明说 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里面就有一些怀疑 你怀疑的话 你就要来证明 但耶稣需要证明吗 不需要 他本来就是 好像说你是你爸妈妈的孩子 你需要证明吗 不需要 你是天父的孩子 需不需要另外证明 不需要 那就是我自己 在上帝给我一个 很大的一个权利在这边的 可是在这里的话 你看到第一个 而且这边第一次用到 就是用到说 在物质方面 因为物质方面的话呢 食物等等的 就让人第一个容易受到引诱 就容易 就是会失败的地方 第一个这边讲说 为什么撒大魔鬼 跟耶稣讲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呢 有些人说 你看 路加福音第四章 前面 第三章里面 最后就是讲 那个耶稣基督家 从最后的往前 在那边追溯 最上面 最上面 就是讲到说 亚当 他就是神的儿子 可是你又会想到说 亚当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在第一次 受试探的时候 就失败了 而且在食物上面 就受试探 就失败了 那个地方的话呢 你看那个蛇 在那边引诱夏娃 然后又引诱亚当 那时候他们就失败了 那么 他那次成功 试探亚当 他也在那边 用同样的方法 要顾忌重施 用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耶稣有没有可能 也会失败呢 有可能 耶稣也是完全的人 耶稣也会肚子饿 也如果人 为了食物方面的话 你真的有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 那你就会屈服 你就会放弃一些的原则等等 像说圣经里面 另外一些人 他们也会受 这种食物方面的试探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你会感觉到说 我们都喜欢吃啊 胃口很好啊 可是如果说 不给我吃 让我饿肚子的话 那么我在那个情况里面 会不会容易受引诱 会跌倒 会离开当地 有可能 因为马上会想到说 我们读到圣经里面 像戴伊里 戴伊里跟他的同伴 那个时候可能就十几岁 就被带到巴比伦 他们就是外貌仪表堂堂 智慧呢 也是很充足 各方面条件 都是最优秀的 精英分子 他们被带到 巴比伦王宫那边去 然后人家就讲说 我们国王就特别选了 你们几个人 把国人膳食 就给你们吃 熬了酒 就给你们喝 目的让你们在那边 学会了埃及的一切的 文字 智慧等等的一些 将来受训语完之后 就可以势力在 关于宫廷里面 像现在内阁官员那样子的 那是多大的一个机会 可是他们说 对不起 你预备的食物再好 我们不吃 你预备的酒再好 我们不喝 为什么 因为那是 不合乎圣经 旧约里面的律法 因为那些都是 对着偶像败过的 这是巴比伦的 你就再好的话 不合我们的原则 他们就拒绝 他们说我们宁可就吃清水 就宁可吃青菜 那有没有不好呢 也没有不好 那上帝就成全这些 因为那些年轻人 我自己也曾经十几岁过 那你这个有好的食物给我的话 怎么可以不吃呢 但是他们就说 我为了上帝的缘故 我就愿意放弃这一切 很了不起的 所以这个其实在今天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你也会碰到这样子的试探 所以人类的第一个罪 就是在食物的方面 受到试探就失败了 那耶稣受到的第一个试探呢 也就是跟这个有关 但是他成功 所以我是读这篇 很大的感恩就是 耶稣给我们指一条路 你可以胜过 你不会继续走在亚当的路上面 而是走在耶稣的路上面 成功 第二个 这边讲到 权柄跟荣耀 跟心理有关系 你看上帝魔鬼就跟耶稣讲说 你只要拜我 这些权柄和荣耀 通通给你 因为本来就是给我的 我读一些的注释书 那个注释人讲说 你看 撒但魔鬼跟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反驳 好像说撒但魔鬼讲的都是真的 你的权柄 你的荣耀 都是给他的 然后他要给谁就给谁 可是我后来想想说 有点不大对劲吧 因为我们当时读圣经 比如说耶稣讲那个主导文 主导文最后一句 讲说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都是天赋的 哪里是这个撒但魔鬼的呢 但是撒但魔鬼到今天的话 他对我们还是会这样讲 你看这些都是我的 你向我下拜的话 我就给你升职 你向我下拜的话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会记得 那个哥德写过那个福士德 大概的意思呢 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是这样 那个福士德就跟撒但呢 就有一个交易 那个撒但跟他讲说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要青春我给你 你要美貌我给你 你要爱情我给你 你要学问我给你 你要名誉我给你 你要财富我也给你 但是呢 有一天我要你的命 那你赔不起 今天我们有会看到说 在有一些地方的话 或者说整个社会里面 那个观念里面 想说这个价值观呢 我就特别用 叫做那个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呢 其实就是最近大家 比较熟悉这个字眼 就是我们的观念呢 就要认同撒但 还是这个观念里面 我是认同上帝 神的话 才是我们整个认知的 一个重点所在 但是他就是让我们看到说 我就要学习这个撒但 当撒但里面讲的 其实撒但里面是在骗我们呢 因为说这些荣耀 这些的权柄等等 都是撒但可以给我们的 哪里是 不是 所以耶稣在主导文里面 已经跟你讲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通通是天父 不是撒但里面来 我们只有遵从上帝 才能把撒但摸给这些 完全除掉 这一点呢 我自己在预备这边的时候 就给我很大的提醒 其实人在这个上面 甚至你读圣经里面 有一些人在这边的话 他把自己的那个 想要得到荣耀 想要得到什么权柄 就超过一切 结果就中了撒但的轨迹 那这样我们再重新地 回到上帝边来 这是心理的层面 讲我们认知的层面 第三个呢 这边更是讲到说 你想要走捷径 所以那个很有名的讲到说 你如果从这边 跳下去的话呢 那天父就会 差遣失责 拖住你的脚 免得你撞到石头上面 这个经文的话呢 其实是解经上面的问题 也是我们对于 上帝的观念里面 如果说自己里面 有一些的错误造成的 这里面包含就是 断章取义 这边如果说用 今天的话来讲到 你要说今天向人传福音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向别人传福音 你要说这些 我办公室的同事 或是我以前学校的同学 大家平常在一起 可以相处得很愉快 但是你碰到哪个时候呢 他就跟你翻脸 什么时候呢 当你跟他讲说 我是信耶稣的 你要跟他传耶稣的时候 他就跟你翻脸 不是他这个人 而到背后里面 撒但魔鬼那个诡计在那边 就要在那边做到这个事情 可是呢 你看说这边连续三次 耶稣在那边回到耶稣的时候 回到这个撒但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再讲到 他都是用圣经的话 撒但讲说 既然你都是用圣经的话 我用圣经的话来跟你讲到 那我们今天向别人传福音 好辛苦 讲干了这个嘴唇呢 别人都还不肯相信耶稣的 其实都是圣灵的大能 但是这边撒但魔鬼你看说 他在那边要耶稣走洁净 他要耶稣断章取义 他要耶稣就是走洁净 各位看到 如果说你有圣经的话 我们看说撒但魔鬼在这边 他用什么新闻 圣经不熟的话呢 就被他给拐走了 请各位看那个诗篇的第91篇 如果你找到了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因为他为了你 会吩咐自己的天使 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 要守护你 然后第12节 他们会用手拖住你 免得你的脚撞在石头上面 请问 撒但魔鬼有没有引用这段经文 有 大家是不是完全正确地 引用这个经文呢 不是 比如他这边 经文讲说 是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 而不是说 你跑到101的上面 从上面跳下来的时候 不是 那时候是在上帝 所以这边 我讲到比较深的层面的话 就是我们怎么样读圣经 我们怎么样读圣经 如果说中了撒但诡计的话呢 就是在那边断章取义 就是错误地引用圣经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 都有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有一次我到美国的亚特兰大 那边一个教会 去有一些服事 那个教会的牧师呢 就是我以前的同学 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 是在那个之前 差不多一个月发生的 他说他们的教会 有一个弟兄过世 叫他去主持追思礼拜 他就去了 他在想说他去的时候 发现说 有一群人 围在那个棺木前面 在那边 不要做什么 他说不是找我来做 这个追思礼拜吗 怎么有另外一些人在那里 然后再仔细地问了了解 那些人是来为这个过世的人 来祷告 祷告一些什么呢 祷告让他可以从死里复活 比如说我们爱一个人 我们 比如说他生病了 他死掉了 过世 我们希望让他能够 好好的活着 那是人之常情 但是那件事情的话 却带来一个 错误的神学的解读 他们为什么去为他祷告 让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们觉得说 就是那段时间里面 有一种的思想是讲到说 上帝让我们呢 就不会生病 你只要信上帝 你只生病的话 我宣告 就是会 病就好起来 那你就是生病了 那你即使死掉的话 那你会宣告 你就从死里复活过来 但是那个人 有没有从死里复活 没有 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呢 他们就会想到说 那就是我们整个信仰上面 一个大的失败 或者是宣告说 你不会生病 或者你生病也会好 或者你生病了 一定不会死 你怎么就死掉了呢 所以还会讲说 那你就是没有信心 所以你看说 这个家属在这上面 知道第二次的伤害 他没有从死里复活 就是没有信心的关系 这个事情呢 我后来就跟 以前华生的院长 陈济明牧师 就跟他谈起来 陈牧师是新约的专家 我就问陈牧师说 这个事情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解法 他就跟我讲说 在我们讲新约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说赖世神学 不是我姓赖的这个赖世 那个叫做基赖的 基赖的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 他讲新约神学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讲上帝的国度 已经来到我们中间 但是上帝的国度 还没有完全地到我们中间来 他完全到我们中间的话 要等于耶稣就第二次来的 所以今天你看到说 我们传扬福音 人信耶稣就可以得救 罪得赦免的人 就是上帝国度 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印证 甚至我们奉主的名 医病 赶鬼 等等这方面 说方言的 都是上帝国度 在我们中间 但是有一些人 他就读到说 启示录的最后一段经文 讲说神的障目在人间 再也没有眼泪 再也没有痛苦 再也没有死亡 那个就拉到今天来 那这个是错误的一种 对圣经的引用 那边的经文 在启示录那边讲的话 那个讲说 上帝国度 完全实现在我们中间 那今天我们的话呢 是一个国度预备的时期 那那个是国度 完全实现的时期 那国度完全实现的时期的话 你要硬着把它 拉到今天来的话 这就是对圣经 整个解释的一个错误 这个事情在我们中间 有没有呢 也有 我教会里面都曾经发生过 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 她得到胃癌 她就快过世了 医生说大概就是几个月 但她就向人宣告说 我一定得医治 当然没有得医治 她就过世了 可是呢 她这样的事情 就造成她的孩子 精神上面有些问题 有一些跟随她的弟兄姐妹 信仰上面 也受到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带领者 她就带给我们这些错误的讯息 那我们今天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好好读圣经 我就很感谢主 我认识庄牧师师母 他们很多年了 庄牧师到现在还是 好像每天在那边讲圣经 他就只问一件事情 圣经怎么说 我们这样来相信 弟兄姐妹也就是很多人 就喜欢听她来讲 很重要 很宝贝 弟兄姐妹请跟我一起说阿门 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 可能对有些人来讲 有点比较太极端了一点 比较太激烈一些 但你还要回到圣经里面 那这边杀那个魔鬼会做什么 他就跟耶稣讲说 你住这边跳下去 上帝一定会派到天使 就会守护你 让你脚就不会撞到石头上面 你就可以完好无伤 但是这个是故意的在那边断章取义 故意在那边扭曲上帝的 给我们的引导在那里 所以这边讲到什么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包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都是步步都是危机 处都都有陷阱 你在职场里面 也是一样 步步都是危机 处都都有陷阱在那里 但是耶稣就给我们一条路 就是怎么样可以来胜过他 我们再看 耶稣三次得胜 耶稣 这边的话你看他说 我就把耶稣怎么样胜过这个撒旦 那个秘诀 就摆在我们大家面前 他三次都是用生命计 用生命计第八章第三节 撒旦说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 那耶稣讲说人活着不可以单靠食物 人活着当然需要食物 可是你不是单靠食物 还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事情 哪一些是比食物更重要的事情 像我们用诗篇二十三篇 那边就可以做一个例子来讲了 诗篇二十三篇讲说 上帝就把我引到那个可安息的水边 因为在青草地上面 可是呢 如果只是停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跟羊一样 我们就跟猪一样 只是在物质的层面 但是他还讲说 他就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他自己的名 就引导我走正的路 走一条义的路 那是讲到灵里面 比那些食物还更重要的事情 再有 那个 他在引用六章 生命计的六章十三节 应当要敬拜主你的神 只可以侍奉他 所以耶稣第二段就用这个经文 我们唯一可以敬拜的对象 就是上帝自己 怎么可以是去敬拜 撒旦 想要夺取自己的利益 单单要敬拜 独一的真神 第三个用生命计则六章十六节 不可以来试探耶和华 有时候我们自己里面想些什么 自己都不晓得 但是其实经文呢 法就现在 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影响 这个对我来讲的话 你注意到说 我们要胜过撒旦魔鬼的话 你要靠自己的毅力等等 很难 因为我们自己呢 都不太相应自己 可是你依靠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就是我们胜过撒旦魔鬼的道路 请跟我一起来说阿们 让上帝来指引你 这个我自己在过去 也曾经有过一些的经验 有一些思想 跟大家来分享 有一段时间 我就背圣经 背这个以福所书 就是在华神 华神是地上有六层 然后有地下一层 那我就每天早上呢 我就从地下呢 就走楼梯 就上到六楼 然后再坐电梯下来 然后再走那个楼梯上去 那要锻炼身体 可是像我说 我单单就是走楼梯上去 锻炼身体 好像还是不太够了 所以我说 这段时间差不多半个小时呢 我就一面走楼梯锻炼身体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就开始背圣经 怎么背圣经呢 那时候我就选一卷书 选那个以福所书 第一天 就是背以福所书的第一章 第一节第二节 两节圣经 那半个小时的话 把那个经文就背起来 如果没有背好的话 大概就是思想还没有贯通 那第二天呢 我再多背两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然后把前面这几节呢 把它背起来 到第三天 我再多背两节 就变第一节到第五节了 那这样子连续一个礼拜的话 那就把一段经文就背起来 背一段经文跟背一节经文 是不一样 背一节经文的话 就是一个经句 但是背一段经文的话 整个思想就贯通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段时间 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我就把整个以福所书六章 就统统背起来 那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那段时间里面 有任何一个人 跟我谈一件什么事情 马上就以福所书里面 哪一句话就出来 就会回答他 上帝的话就充满我里面 上帝的话就变成我的亮光 上帝的话就成为我的道路出来 所以这边我看到这边的话 我把它就连起来想说 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呢 耶稣就是跟一些人 他们就是背这个生命记 整个生命记 有三十几章 耶稣对这个经文很熟悉 所以撒旦魔鬼 跟他在谈什么事情 他就用生命记 就来回答这个撒旦 他就抵挡他 所以耶稣不是用 其他这些的方法 而是用圣经来抵挡他 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 能够过一个得胜试探的一个路 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里面 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 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这是我在这边预备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的很大的一个感受 跟他分享 再一个 原来预备这篇的时候呢 我想这段经文就讲 耶稣胜过试探 我想说耶稣胜过试探的话 他的作为一定是跟我们有关 所以我再加上说 学习耶稣胜过试探 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 就讲说 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所以我就预备到这篇的时候 我就想说 撒旦试探耶稣 他不是三次 而是很多次 那耶稣胜过试探的话 也不是三次 而是要每一次 你看说 这段经文是在耶稣 他开始要公开传到 最开 最初的阶段 后面还有三年多 那三年多年的话 杀战魔鬼想进各种办法 就要来害他 好像说你在办公室里面 你升职了 或者你怎么样的话 撒旦的话 第一个就想办法 让你进不了办公室 你进了办公室以后 他会想办法让你坐不稳在那个位置上面 背后用刀就来捅你 因为这个事情会层出不穷 他不会停下来的 那耶稣的话 你看说 耶稣从他受完洗 在放映里面四十天 受他魔鬼试探后 一直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终于继续不断受杀战魔鬼的试探 你就继续一直讲说 耶稣上十字架了 但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面 在那个十字架前面都还有那个 祭司长啊 文士等等 在那边讲个风凉话 在那边试探他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你现在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我们就相信你了 请问耶稣那个时候 有没有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当然没有啊 他如果从十字架上面下来的话 第一个就把那些人给吓死掉 第二个呢 就没有救恩了 所以耶稣就坚持 上帝给我的路就是上十字架 他不走那个捷径 他不走那个偏离的道路 一直到最后 那再有 耶稣得胜不是三次 而是每一次 这个我们就讲说 今天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轻的 假定说你开车上高速公路 你每一次都是遵守交通规则 那你只有一次 你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轻的话呢 就是拿到一张罚单 严重的话呢 就可能是车毁人亡 就没有了 所以这边也是给我们 好大的启示 今天我们都在同样这样的 一个情况里面 耶稣怎么样胜过这些事吗 那今天我们就求主 就守护我们 守护我们的口 守护我们的心 守护我们的手 守护我们的脚 那如果我们 或者是不小心 或者是怎么样 我失败了怎么办呢 请各位弟兄姐妹 一定记得一句话 请记得上帝爱你 再听我讲一遍 请永远记得上帝爱你 其实我们会失败 我们会软弱 可是呢 永远有回头的机会 只要心里面想到我们的主 永远可以回头 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也许说你自己 不一定是这样 或者说你有亲爱的一些朋友 你的家人 他现在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他觉得说 我不好意思 我不愿意 我也不敢 再回到上帝面前来 但是还是跟他讲说 上帝永远爱你 永远可以有回头的机会 再有一个 来 记起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这个主导文很好 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里面 做那个中文圣经 重新翻译的时候 我都岳父都讲说 怎么可以重新翻译呢 怎么可以不一样呢 还有人讲说 至少 诗篇二十三篇不可以改 还有主导文不可以改 因为改的话 我就不记得怎么办 跟我们今天讲这个 直接相关的 有一节 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河本呢 说不要叫我们遇见事态 可是你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天天都遇见事态呢 我做节语也有事态呢 我在办公室里面有事态呢 那怎么会不遇见事态呢 都会有的 那我就发现到说 不同的圣经翻译本呢 它就会有 不同的翻译方法 让我们这个经文 可以有更好的认识 我蛮喜欢的一个 就是天主叫斯高翻译本 在那边 它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大家来先念一下 来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原来刚刚讲说 不要让我遇见事态 原来问题就是 不要让我陷入这个 我会遇见事态呢 我的眼睛 我的头脑 做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会遇见这些事态 但是求上来让我救 不要陷到这个里面去 耶稣也会遇见事态 杀赖魔鬼在那边事态他 但是耶稣不会中他的轨迹 不会中他的圈套 不会陷在那个里面 还在那边 斯高翻译本就不要陷入那个诱惑里面 诱惑叫做把我带偏离上帝 那我就不要中他的轨迹 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耶稣已经做到 耶稣指引给我们一条同样的路 我们可以这样的完成 好了 最后了 这是我这几年呢 在预备讲道的时候 一个习惯 就是自己在上帝面前 就一个回音的祷告 我就写在这边 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下 来请 主啊 感谢您 得胜撒旦的试探 展示圣洁的品格 彰显圣言的全能 激发刀柜的情操 成愿追随您的脚踪 得胜一切的诱惑 遵从独一的真神 活出使命的人生 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愿把荣耀送在那归给主 带领我们走一条得胜的道路